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武漢市在4月8日正式解封 中新網昨天刊登了一篇香港警數Victoria的訪問 他說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放心和開心 訪談的內容極盡擦鞋之能事 到底這名警數還說了甚麼呢 他說看到我們國家的防護措施做得很好 希望香港都可以盡快康復過來 想和一班警數朋友一起回大陸吃東西 一起去武漢看櫻花 實情這名警數可以助言起行 不需要等 可以經深圳灣口岸出境 然後在廣東找回14天 然後便可以乘火車去武漢看櫻花 而且這名警數說到大陸的防控措施做得好 這種說法根本是避重就輕的 你不要忘記大陸當初如何租資 李文亮醫生這位吹哨人 一早如果不是他隱瞞情況的話 用甚麼搞到現在那麼嚴重 爆發得那麼厲害 還說他的防控措施做得好 一早不隱瞞真相就不用 搞到全世界都是 這一名警數還說了 說很多香港警察和警數都擔心武漢的情況 有份捐款和捐口罩或者錄短片 為武漢加油打氣 當武漢最嚴峻的時候 曾經想過和其他警數去武漢做義工 但現實上有困難 只能夠捐款支持 這種說法根本是口為而實不治 和盧寵茂醫生簡直一模一樣 口說要去武漢那裡支援做義工 實情到別人解封都未曾去得到 這名警數還說到 說他不會忘記在香港警察最艱難的時候 內地朋友們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見到武漢醫療人員不眠不休 心裡很難受 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事 刷完大陸霞以後 就輪到他自己製造悲情 他說身邊很多朋友因為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飆 覺得孤獨和煎熬 但有內地朋友的鼓勵為他帶來勇氣 他留意到微博有很多為香港警察加油的說話 也有很多人寄明信片或禮物來到香港 他覺得非常溫暖 實情這種說法又有謀誤 一早說黃藍是政見 黑白是良知 不是跟你有政見的不同 而是有些人因為自身的職業 而蒙昧了良知 說什麼政見 什麼藍用執法人員的權力 暴打小孩 攻打大學 這些為之政見不同嗎 什麼在街上的樹下 無厘頭展開大圍報 把那些普通的路人拉回警局 運48個小時 這些為之政見不同嗎 什麼把那些青年運在拘留所的樹 然後去到上庭那一刻 就說律政司宣布撤銷這個控罪 等他白坐了幾個月那麼多 這些就為之政見不同嗎 喂 這些是蒙昧良知的行為 對不對 現在還說自己覺得孤獨和煎熬 要不需要全香港市民 拘捕你這些傢伙 那你有沒有想過 那些浪跡天涯 運在監牢 運在拘留所 或者保釋後查那些抗爭手足 青年同胞 他的感受又如何呢 喂 孔子也說 以夕報怨 以德報德 啊 不能夠以德報怨 這些是錯了 被你租質那些都未出聲 什麼時候輪到你呢 好了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原來 任天堂Switch遊戲機 有一隻遊戲就叫做動物心友會 最近就遭到大陸的全面封殺 在淘寶網都要落架 因什麼解救呢 原來這隻遊戲 網上版港幣就賣428元 給一次錢就一勞永逸 照計沒什麼問題 又不是牽涉那些買道具 或者什麼紛爭 原來就牽涉政治審查 當然它落架的時候就沒有說原因 大家都是猜猜猜 但相信也是和這個原因有關的了 因為這隻遊戲 其實它的自由度是非常之高的 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那個玩家管理一些無人島 而且那些玩家又可以設計一些標語 設計一些畫像 放在遊戲裡面 大家聽到這裡都知道出什麼事了 當然有些玩家比較跳脾一些 在遊戲裡面 就設計一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 又設計一些林鄭月娥 譚德塞 甚至是習大大那些頭像 這些物品在遊戲裡 又可以掛在牆上 又可以放在地上 而且還可以放一隻香爐 裝香 很多玩家其實就借助著這個遊戲空間 來展示一些抗爭的文宣 彭博就著這些遊戲元素 就訪問了黃之鋒 當這個訪問出街以後 大陸的淘寶網就把這遊戲下架了 好了 那些大陸的網民 尤其是那些小粉紅 居然之間又不是 對準那個矛頭向著強權 竟然就去罵黃之鋒 根本上是不對題 當然不是黃之鋒要求淘寶網 將這遊戲下架 而是大陸政府的強力部門提出要求 所以這些小粉紅 根本上就是欺善怕惡 整治你那個 你又不敢出聲說他 然後就把那個代罪羔 放在黃之鋒身上 他只不過是接受彭博的訪問 對不對 實情這些遊戲元素 自從上市那天就已經存在了 是大陸政府後知後覺 當這篇報道一出來看 嘩 什麼這麼嚴重的時候 才去下架 真是愚蠢 你們這些小粉紅 如果要投訴 就應該投訴強力部門 連打機都要遭到政治審查 連打機的自由都備受剝削 你也別說不可憐 在對岸的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 昨晚在Facebook那裡 就著這件事抽水 而且正中大陸的紅心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說台灣不會查禁這種 執樹枝中大頭賽的遊戲 請玩家放心惡搞政府 好了 民主和言論自由是台灣最重要的價值 大家可以用各種材料 講出自己想說的話 也請大家珍惜這種生活方式 盡量玩 沒有關係 可以惡搞我 沒有問題 但請不要開疫情的玩笑 真是虧那些小粉紅 可以日以繼夜批評台灣 如何墮落 如何腐敗 人家所擁有的民主 和言論自由 就是你這班小粉紅這一輩子 都未必能夠享受得到的東西 這些無形的核心價值 才是最珍貴 相反你有錢又如何 我給你有錢又如何 你有很多人民幣 但是你能夠去淘寶網買到 這隻動物心有會遊戲來玩嗎 你是不行 因為下了假 因為遭到全面的封殺 你又是要去黑市買 又是自己偷街翻牆去買 一群困住在籠裡面 享受不到民主和言論自由的人 竟然可以放聲大笑那群在籠外邊 享受民主和言論自由的人 你說哪一個才是最好笑 接著說回本地的情況 目前疫情仍然相當嚴峻 但是來到復活節長假期 昨天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似乎很多市民都正極私動 不少人選擇在假期的時候 外出書展一下根骨 本來復活節的長假期 就是旅遊旺季 如果不是全球封關的話 相信就有很多人出了外遊 但現在又不行了 就要在本地消費和休息 所以使得那些郊區和尼島 人山人海 更旺國 這件事就大劑了 因為目前香港的個案數字 仍然是未清零 我記得在03年的時候 一直到6月 當個個案數字慢慢跌到零的時候 市民才開始參加那些所謂本地遊 就去一下葡台島 東平洲 長洲 平洲 大澳 大嶼山 現在每一天都還在說 有雙位數字的增幅 為什麼這麼多人 就開始調以輕心呢 開始就好像當沒事發生 昨天有幾個地方都相當熱門 包括西貢市中心 實際每個禮拜天都多人 昨天就特別是多人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去吃海鮮 還有就是萬宜水庫的東壩 昨天在六個小時裡 就發生了兩宗意外 有人還走了 所以不要去那些地方 什麼好去 走下去那個水壩 然後又踩上石頭 那些是無謂的 才是這麼危險 要打卡要拍照 就不用賺命搏 還有哪些地方 比如說東沖的巴士站 可能有人乘巴士入大澳 或者是上昂平 下體大佛 還有就是長洲和平洲 哎呀 真的這兩個離島 慘了 因為那些杜輪服務太過方便 使得很多人都走進去玩 再一次呼籲大家 為人為己 為了支持香港的醫護人員 沒什麼特別事 就不要亂按出街玩了 今晚十點鐘 我們就會有夜間熱線的直播 到時見了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